悄悄打开不起眼的锅盖 里面竟藏着世界上第一口挖掘深度达千米的盐井 距今已有200年历史 更让人吃惊的是 直到现在 它依旧还在正常运行 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盐 据说它产生的盐比我们平时吃的海盐要显两倍 而且矿物质更为丰富 这里是拥有我国盐都之称的四川自贡 在距今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 自贡曾经是一片海洋 造就了自贡底下卤盐非常丰富 而早在2000年前 古人就发现这里地下盐矿资源丰富 从古至今 这里挖掘的盐井高达13000口 而最出名的当属开头所说 挖掘深度超1000米的深海井 据记载 古人挖掘出这口盐井 历时长达13年 并用了杠杆原理 通过人工踩它带动钻头上下运动 把底下盐石撞碎挖掘而成 可以说 这种极具智慧的钻井技术 就是当今石油钻井的前身 而从这口井蹄上来的卤水 被称为黑鲁 黑鲁 可以理解为极品的意思 那么 如此深的盐井 古人是如何把1000米深的卤水采集上来的呢 眼前这根看似铁柱的铁柱 其实它里面是采集卤水的竹筒 接下来开闸把铁柱放入1000米的井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采用了世界上运用最早的单向阀技术 当竹筒触达卤水 卤水的浮力把单向阀顶开 这样让其待上几十秒后 竹筒就会挤满1000米深的卤水 提上来时单向阀脱离地下卤水的浮力就会自动关上 接着再把它拉上来 拉上来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好在现在已经全部装上自动化电力 现在从放桶到把卤水拉上来大概需要5分钟 而古人拉上来则完全靠人工和牛力 可想而知古人没采集一次卤水的艰辛 卤水提上来后 接下来用钩子把开口阀门处用力一提 卤水哗哗哗就放出来了 接下来把卤水倒入锅中 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大火煮沸时水分蒸发后 剩下的就是晶体粗盐 但此时粗盐里其实还有些许杂质 所以准备一锅混合了大豆粉的盐水 再把豆粉盐水倒入晶体粗盐中 再次煮沸后可以看到漂浮出许多杂质 我们用大勺子把它捞出去掉 水分蒸发后会再次结晶 接下来继续倒入混合了豆粉的盐水 煮沸后同样把漂浮杂质捞出 利用这种方法反复对粗盐进行除杂12次 这样才能得到干净优质极品的盐 看完后 不得不在我国古人从打井道提炼出 食盐遥遥领先当时世界的技术 但愿古人留下来牛掰的原始技术和工艺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